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10月1号习近平招鬼上身 等到了10月14号的时候 27万香港人在中环集会 希望美国能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10月15号第二天 在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复会 第一天众议院就通过了香港民主法案 这是前后的故事了 而在此之前10月11号 那是个星期五 刘鹤来到了华盛顿 川普非常开心的向世界宣布 几乎达成协议 这协议到现在都没门呢 而10月11号加上10的 10月11号就是21啊 三个期 结果在15号 这个众议院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 民主法案之后 就把这个东西转到参议院 结果参议院从那个开始到现在将近一个月 只字不提 只字不提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而在10月19号 王岐山出现在日本新天皇的这个典礼仪式上 却被人意外地拍到了与赵小兰 美国政府交通部长 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窃窃私语 而另外一个 王岐山被公众拍到的 是主动来到了林郑月娥的座椅那跟他握手 9天之后 10月28号 中国的鬼节 习近平召开四中全会 7天之后 11月14号 11月4号 习近平突然在上海 见林郑月娥 而在此之前 11月2号 10月31号 这个四中全会结束 11月2号 习近平就来到了上海 上海是中共的老巢 是江泽民的老巢 是曾庆红起家之地 他在那待了四天是五天 结果呢 却在4号的时候 晚上突然去见林郑月娥 这是我们前后看到的 就在同一天 那两个黑死病的人 就进入了北京城 同一天 这两个黑死病的人 是来自于内蒙 公认的黑死病的病源 这地球上最一开始有黑死病的 是源自于蒙古 我们早就讲过 习近平一定死在 方德史中上 他自己跑到上海去 共产党回到歧视点 那瘟疫跑到北京城 瘟疫回到 这个从他 从内蒙来到北京城 当初毛泽东写了一首诗 叫宋温神 回来了 你天下有这种巧合的事吗 对吧 今天到11月4号 14号 那在过程中呢 11月11号 同时出现在 到12号 同时出现在 香港的中文大学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警察 咱也不知道 在香港中文大学里面 坚守香港中文大学的 有多少学生 在我眼睛里 千八百人 经历了一天 大概六七个小时 跟警察直接的 这种武力的对冲 香港警察 当天发射了 两千五 两千三百五十六枚 各种子弹 催泪弹 是过去五个月 在那几个小时里 催泪弹的发射量 是过去五个月 发射量的总和 警察强攻 竟然没有攻进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 令人难以解释 晚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11号 11月11号 强攻之后失败 11月12号 继续强攻再失败 警察放弃了攻击 但是在香港各大 香港几乎完全处于瘫痪 香港学校全都停课 香港中文大学 13号宣布 本学期结束 再开学是明年1月6号 那相应的其他一些学校 也都宣布全都停课 因为这是出于孩子们安全问题 而香港以港岛为中心 出现了昼夜的不停的抗议 各地抗议 各地就是学生化整为零 到处去堵路 就把公路给堵了 比他们最新发明的 就是把地砖弄起来 香港很多地方地砖 都是这种小 就一个八正大的砖 这相互咬着 他们给撬起来之后 把这些地砖全扔在马路上 所以呢 大概一个平方米里面 我个人看 有那么四五块 它产生了什么作用 警察都是开着车来的 对不对 现在车轮胎 碰见这砖头 它就开不了了 那得开坦克才行 水炮车也开不过来了 警车也开不过来了 因为学生化整为零 到处扔的都是砖头 出现这个场面 那他就讲说 整个香港多区出现瘫痪 那因为抗争的港铁 香港地铁 也能配合警察的做法 所以很多港铁的 很多线路又停了 这是一个镜头了 我看过这个呢 这个有点像Hunger Game 饥饿游戏里面的 那当时晚上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人拿的弓箭 要比他那个专业了 这个相对比较玩了 那个拿的弓箭上头绑成火头 跟那个Hunger Game是一样的 这是我看到的故事了 而在中文大学几乎在强攻之后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呢 中联办跟香港警察 去把香港中文大学的内陆学生 用警察的船给运到深圳去 由深圳的共产 由深圳的共青团组织 安排他们临时吃住 你听见了 香港警察跟中联办 联手利用香港警察的船 运给了共产党的共青团 内陆学生 以方便今天的香港警察 屠杀自己的香港学生 就这个 就这个 所以整个香港混乱 而香港更出现的特别呢 就是香港的中环地区 中环是香港的金融区 能在中环地区讨分工作的人 香港人呢 那是不错的 结果连续三天 从你看 十一号 十二号 十三号 十四号 连续四天 下来几千人 上万人 穿着西服 革履 那女孩子穿着 在办公室的衣服 给这些 他们叫勇武派 去挖砖头 那个视频 照片都有 他们在地下 穿着西装的 在那挖砖头 挖完砖头 都打碎了 打成他们合手的一块 给这些勇武派 那警察来抓的时候 他们就 那都是办公的人吗 他就故意 我拿着饭盒 就这么一挡 警察怎么的 那我吃饭了 那这就是今天的香港 所以香港完全处于 瘫痪状态 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解释了 我说 众议院的领袖 赵小兰的老公 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有私心 一定有贪念 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香港可以置他于死地 而中美贸易战 不会置他本人于死地 人说中国经济会崩溃的 中国经济崩溃过 在文化大革命 已经崩溃了 死多少人 那是别人死 是他习大大的伟大 这是现代很多人 政治学者最迷失 最笨蛋的地方 14亿人 死掉7亿人 他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要他贴身的警卫 不杀他 中国经济崩溃 他照样有饭吃 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 他活着不是为了国家 他活着只为他自己 这也就是今天川普最愚笨的地方 我们正睡金了 中国经济崩溃了 他不怕崩溃 但他怕香港的问题 诱发出中国人的反抗 这是他最惧怕 所以他骗你 你制裁咯 对于我无所谓咯 他曾经害怕过 走到这份上 狮子多了不咬 有什么怕不怕的 他是鬼 谁怕谁 所以你看到川普就被摁那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美国参议院的一些推动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议员 就觉得实在忍耐不了了 所以就推动目前卡在参议院的人权法案 对香港暴力的升级表示担忧 香港的暴力的升级 中共的得手 与川普跟美国众议院 美国参议院的领袖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反过来 这就是天灭中共之必须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早跟大家讲过 共产党的灭亡 是神显现的过程 是教育着每一个今天活在利益中的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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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